偏僻的小巷女人突然被一只大手拉进了暗处 她在丈夫的店附近被陌生男人侵犯 对于那场意外 罗拉并未对警察说出她被强暴的事实 只是报案她的手机和皮包被歹徒抢去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老警察明白罗拉的顾虑 她并没有再继续追查下去 出身音乐世家的罗拉有着体面的教师工作和社会地位 她无法将自己的伤口一次次被扒开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她拒绝任何亲近之人的追问 她害怕被问起的这些细节 让她在恐惧下又产生报警的念头 她无法接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她宁愿假装一个正常人 即使内心已隐藏的巨大的痛苦 罗拉的丈夫一样饱受煎熬 她不忍追问妻子身上的伤痕 看到妻子在众人面前依然迷人的样子 乔吉安知道她越假装平静 内心就愈加痛苦 罗拉低沉的哭声划破了她内心最脆弱的一道防线 一直期盼有个孩子的罗拉身体有了异样 她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妹妹 然而其实罗拉并未将这件事告诉丈夫 母亲劝慰罗拉和乔吉安好好谈谈 和她一起决定孩子的去留 临睡前罗拉告诉乔吉安自己怀孕的消息 丈夫转过头满眼的欣喜突然暗淡下去 罗拉不禁痛苦地抽气 对于这个不敢肯定父亲是谁的孩子该如何取舍 这样的赌局一旦输掉就赔掉了三个人的幸福 第二天乔吉安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吧 之前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同意了 以后我们也不需要每个月都那么辛苦 然而罗拉却坚定孩子是乔吉安的 乔吉安表示我只想回归正常生活 以前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那时很快乐 你以为我不想要一个孩子 把我们的优点传承给他吗 可是我们不能不计代价 假如孩子不是我们的 那我该如何看待他 乔吉安还是说出了心里最担心的事 虽然他知道这对于罗拉来说非常残忍 他跟着生气的罗拉一直不停地解释 乔吉安说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他会帮我们的 罗拉则一口拒绝 他跑去找妹妹希望得到她的安慰 可妹妹却站在乔吉安这边 他说你想想看如果孩子验出来不是她的 她会恨那个孩子也会恨你 因为是你逼她的 两人的生活不在平静 他们每天都在讨论那个孩子 乔吉安说她的眼睛一定不会像我那样的话 我下辈子都要看着那个人的眼睛 罗拉讽刺她为什么你总要想起那件事 那几个小时 这天警察打来电话告诉罗拉 她的皮包找到了 里面还有她的乐谱和一只损坏的手机 她交代罗拉随时可以过来认领 电话那头的罗拉却愣住了 她原本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出现 丈夫也告诉罗拉要她在记忆里彻底删除那一天 这意味着她从内心依然拒绝那个孩子 看着屏幕里已经成型的孩子 神气般的在她子宫里引动 这仿佛触碰到罗拉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她要付出所有捍卫这个即将来临的小生命 乔吉安看到了医院的必超单 她内心复杂万分 她找到警察拿回了妻子的皮包 警察说这些是在一个加油站找到的 乔吉安问你们为什么不继续追查下去 乔吉安说我妻子怀孕了 我并不知道具体有几周 我们一直想要孩子 但始终未能如愿 罗拉看到丈夫手中的包才知道她去过警局 她急切地问警察跟你讲了什么 罗拉捡起散落一地的乐谱 她自言自语你想知道什么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这天警察又打来电话让罗拉去指认嫌疑人 当罗拉面对嫌疑人的那一刻 她一直精心伪装的瓶颈却瞬间崩塌 这段说是居然的 让家翼哥 有一点